来看到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用古理的精神来举办第十一届的成年礼 校方是希望透过隆重的加冠仪式 让学生迎接成年 期望他们除去年少轻狂的习气 成为一个谨言慎行 独立自主的成年人 同时呢 为了让这个成年礼根据特色 还用民国初年上海为主题来布置 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在日前举办了第十一届成年礼 由系主任马宝莲博士主持 活动中由学务长黄朝萌主持加冠礼 致助词以及教词 希望透过隆重的加冠仪式 让学生迎接成年 中文系从创系的第一年的 我们2000年创系 那2002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二年级的生就20岁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老师们的播话之下 推出这个成年礼 那这样子到现在今天是第十一年 主要是我们希望把 我们中国文学系嘛 希望把这个我们的经文上的好东西 我们文学上的好东西 都能够把它传承下来 成为一个新中文人 本届成年礼以民国初年上海风华为主题 成年生身着唐装旗袍 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成年学生必须以象征 步步高升的12道程序 依次背诵一段富有生意的古文 并由老师当面加冕签名认证 才算完成 君子贤其贤而轻其轻 小人热其乐而力其力 此以末世不忘 OK 君子贤其贤而轻其轻 小人热其乐而力其力 此以末世不忘 OK 谢谢 好 9年之类通达强力 而不早会之大成 成员者 近者说得员者海之 十六大学之大 然后足以化名秘书 这段少了 这是从学计出来的 发育宪求三娘 没有办法改动别人 最后还是要成学 有学问有知识 之类通达才能独立自主 不会为所动 这样才能独当一面 就是大陆那边 它也会有成年礼 但它主要就是 十八岁的成年礼 但是中文系的这种 就是依寻古礼 然后寻古礼 然后又喝礼酒 然后最后又能穿上 传统衣服的这种 真正的成年礼来说 是很少见的 起码就我们同学都没有见过 所以就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 台北大学中文系 自2002年开始举办成年礼 迄今已迈入第十一届 期望学生透过正式的成年礼活动 去除以往年少轻狂的气息 当一个谨言慎行 独立自主的成年人 并勇于承担对家庭 社会的责任 以及对国家世界的关怀 中家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导 至少 未识人 Pam误